家设的处所 预言 秉白说了 是 当之 泥年禅河中 有法 看到有头发 有这个是否的用具 有静衣 有藻瓶 为水所飘 不神 你就不知道了 住在上游的大师 您的大哥啊 将不为恶人所害啊 此时 这个 玉皮罗家设 小弟啊 最小的弟弟 叫做 茄爷家设 居住在巷头山中 有两百位弟子 泥年禅河下游的 纳提家设呢 就派一位弟子 述往巷头山 抱之 茄爷家设 共同前往 看望这个兄长啊 看望他的大哥啊 尤罗贫罗家设 将不为恶人所害也 这个小弟呢 茄爷家设呢 即将 带着两百位弟子 自纳提家设所 到他的恶兄啊 恶哥 纳提家设的地方 又派一位弟子呢 很快速的前往 前往至大兄所看 前往这个大兄啊 就大哥啊 玉皮罗家设所呢 看看什么状况 了解情况以后呢 就回报 诸师当之 我大师 幽罗贫罗家设啊 已经将诸弟子 前往大沙门所 出家修犯恨 这个时候呢 纳提家设 且家设 个别呢 将诸弟子 义大兄所 前往他大哥的地方呢 玉皮罗家设的地方呢 白兄言 禀白兄长说呢 大兄 此处圣爷 这里很殊胜吗 凶报恶弟 他回报两个弟弟说呢 此处即为殊胜 从家舍家 谁从大沙门修患恨 乃为殊胜为妙 恶弟啊 这两位弟弟呢 就秉白乡长说呢 我等异玉从大沙门 学修犯恨 而时 玉皮罗家设 将二弟 带着两位弟弟 并五百弟子 往世尊所 祈求修学犯恨 世尊呢 急听 马上就听许 见次未说 不思辞戒 升天之法 喝欲不敬 赞叹 出离为乐 即于坐上 诸尘购尽得法眼镜 正得出国 秉白佛陶说 世尊我等 欲从如来法中 出家 修犯恨 三家社等一千人 三家社等一千人 地只有一千人了 加上这个三家社就一千零三人 设立符 设立符 墓建年等二百人 二百人呢 是取这个大数 大的数目 四分绿 五分绿 方广大中 大中原经 皆研二百五十人 五分绿 卷十六 第三分 受戒法 耳时 安皮 左依此波 路程起时 颜色合跃 诸根即定 衣服整齐 适地而行 使幽波提舍出游 摇见安皮 为以详续 探位曾有 辩论 何所法相 衣服返常 宁有失踪 可得闻乎 安皮对约 徐坛三门 是我大师 我等所尊 从而受学 幽波提舍言 如等大师 说何等法 安皮言 我年幼稚 学日出浅 岂能宣师 广大之意 今当未如 略说其要 我师所说 法从原生 亦从原灭 一切诸法 空无有主 幽波提舍 闻以心物 易解 得法眼镜 便还住所 未居立陀 说所闻法 居立陀 闻一离成垢 得法眼镜 这是顺利福木建年 得度的因缘 而十 岸皮 就是马圣 比丘 左衣 磁波 路 沉起时 颜色和月 诸根 即定 衣服 起疹 适地 而行 十 幽波提舍 出游 幽波提舍 制度论 卷十一 问 何以名 舍利福 为什么叫做舍利福呢 其母眼是舍利鸟 颜 她的母亲 眼睛 好像舍利鸟的眼睛 很好看 吉名 此女为舍利 就称这个 女子 舍利福的母亲 从小 人家就称她舍利 她的眼睛 好像舍利鸟的眼睛 其护思维 她的护心思维 我名提舍 我叫做提舍 主我名字 自为幽波提舍 她呢 谁主我的名字呢 所以为她立名 叫做幽波提舍 幽波此言足 谁足的足 提舍是新的名字 新的名字 这是父母呢 为他做的字 叫做幽波提舍 那为什么称作舍利福呢 众人以其舍利所生 因为她是舍利所生的 她的母亲眼睛 好像舍利鸟 人家称她的母亲叫做舍利 因为舍利 她是舍利所生的 所以共同都称她叫做舍利福 所以呢 幽波提舍就是舍利福 幽波提舍出游 舍利福呢 出门游关 遥见岸皮威仪详续 遥远的见到马圣比丘 走路行进的威仪 安详有次序 叹未曾有 赞叹 未曾见到有这么好的威仪 代字辩论 等待呢 走到马圣比丘身边呢 就问 何所法相 亦无反常 佛法的法呢 这个 相式的相呢 人自旁右边一个大姓的相 何所法相 亦无反常 印度当时呢 九十六种外道呢 没有三一法 没有三一的名字啊 所以马圣比丘呢 起整着三一 位于详续啊 所着的加沙 舍利福呢 当时呢 是犯字啊 看起来呢 是反常 沙门 你修什么法呢 所着的衣服 违反常态 跟平常所看到的不一样 这么多这个修道人啊 有九十六种外道啊 都没有看过这个三一法乎啊 跟平常所看到的呢 不一样 您有师中可得文乎 您将内心难答之意表达出来 师中 是中师的意思啊 师长的师啊 中子的中 师中 受人尊重 奉为师表的人 这就是师中 这就是师中 中师 难道有师长 教导你 所修之法 可以听闻吗 安疲对业 马圣比丘呢 对杂说 瞿坛沙门 是我大师 我等所尊 从而受选 瞿坛 是佛陀 是家族 五种姓氏之一 瞿坛沙门 是我伟大的导师 我等所共同尊重 从之而受学犯恨 幽波提舍言 车利吾说呢 如等大师 说何等法 你们大导师 说什么法呢 安疲言 马圣比丘说呢 我年幼稚 学日出浅 岂能宣施 广大之意 我年幼稚 我呢 出家的年岁 很幼稚 很幼稚啊 刚出家而已啊 我出家的年岁 幼稚 还不满一岁啊 休学犯恨的十日 才最初 刚要开始 所知道的很浅薄 怎么有能力宣扬 本师所说 广大的意理呢 今当为 今当为如略说其样 现在呢 我当为你 大略 宣说 其中 重要的意理 我师所说 我呢 大导师 我的导师 所说呢 法从原生 亦从原灭 一切诸法 空无有主 法从原生 诸法 从因缘生起 一切 一切有为造作之法 从因缘 合合而生起 也从因缘 离善而灭去 一切诸法 空无有主 一切诸法呢 有为诸法呢 因缘 合合而生 因缘 离善而灭 自信空 无有主宰者 幽波提舍 文以心悟 意解 得法眼镜 摄利福呢 听闻 这首寄送呢 就心开意解 马上就正得 华眼清静 出果虚头还 便还住所 为基律陀 说所文法 就回到住处啊 为基律陀 就是目见年尊者 说所听闻之法 他们两位呢 就是 沙兰的这个 外道沙兰的两位大弟子 领导250位弟子呢 就修犯恨 共同有邀约呢 谁呢 哪一位呢 听闻圣法的时候呢 要互相告知啊 所以摄利福尊者呢 听到这个 火法呢 然后正得出果之后 马上回来 回到住处呢 为基律陀 目见年尊 目见年呢 说所听闻之法 基律陀 闻一离成垢 得法眼镜 目见年尊者呢 他听到之后 马上就正得出果 于是摄利福 目见年二人 前往弟子所 告言 告诉他的弟子啊 我等 想要随从 取谈三门 静修犯恨 你等 各个 随意 所乐 没有勉强了 说你们呢 各自呢 随着 你们心意呢 所好要的 随意啊 此时 二百五十弟子 都乐意随从 来到 世尊所 佛陀见次 未说 布施 持戒 升天之法 何欲不敬 赞叹 出离为乐 乃至佛言 善来比丘 于我法中 修行犯恨 得尽苦缘 即名 出家受 地主见 以上呢 是渡 设立福 木剑年等 二百人 从此以后 渡人无量 闲令 成比丘姓 从此以后呢 渡人出家 无量 皆使令 受聚足界 成就 比丘体姓 四分律 卷三十三 二十四尊 由 罗月城 来到这个 罗月城 由罗月城 城中有 诸多 豪贵 足性 之等 也都 出家 学到 都被佛陀呢 度令 出家 学到 诸长者 这个成年 很多的长者 自己互相 借次 互相借次 说 如等有儿 各自 圣父 你们 你们诸长者 有儿子 各别自己 要谨慎守护 户人 有夫 者 亦须 圣父 说户人 户人 你有夫主 也要谨慎守护 经大沙门 从摩羯脱国 度诸多的贩制 相随而来 现在 来到此 罗月城 厚当 将此 诸人而去 后来 就带着我们 城里的 少年的 年轻人 出家而去 互当 将此 诸人而去 朱比丘 早上 入城 起时的时候 听闻 朱长者 这种言语 起时的时候 听到 长者 说这种话 结怀惭愧 都感到很 惭愧 回来之后 以此 因缘 广白 世尊 佛陀就 教导 朱比丘 你等 明日 入 罗月城 起时 听闻 朱长者 做如此的言语 就以这首 寄送来 回报他 如来 大势力 以法 而将去 以法 将去 者 如等 何优 去 说呢 那隔天 朱比丘 入城 起时 又听到 朱长者 这么说 就回报 说呢 如来 大势力 如来 有 大 威 以法 而将去 是以正真 之法 来引导 将此 诸人 而去 修 清静的 犯恨 以法 将去 者 如等 何优 去 既然 是以 如法 而将去 不 以非法 你们啊 你等 朱长者 有什么 忧愁 恐惧呢 长者 听闻 之后呢 也觉得呢 很有道理 如何而将去 不以非法 从此以后呢 这个话呢 就不再说了 时间到了 我们就说到这里 回想 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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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 化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顾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祈福神舟忠明护法供养 即萧斋超建法会 日期1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 护法供养仪轨 佛钱大贡 恭请湛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中午12点 岁末感恩联谊餐会 请预先报名 下午13点半开始 奖金在家律学塑药 送阿弥陀经 蒙山诗石 消灾超建回向 地点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南投峰会 成征义工 共同发心来陪福 一 相机义工 二 法会布置机动义工 三 值班义工 半日班 四 大殿清洁义工 五 环境清洁义工 六 冲茶组招待义工 七 电脑行政人员 地点南投峰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 下旬电话 0958-963-288 0958-963-288 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峰会 敬邀菩萨参与薰习 同灾法医共募福恩 佛教智慧故事 敬邀菩萨参与薰习 请随我来 我听说您明达经轮教法喜好布施 户外踏众如护己身 我敬仰您的威德财学 所以想拜您为师 跟随您修实范行 哦 你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误性 实属难得 为师且收下你 当时有一位佛厨士 好气如来 居族功德 泛至欣喜地做了皈依 并准备请佛及僧众 留自家昔日 以礼公养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我们真有福德 是啊 详细就要见到佛陀 真是兴奋得难以平静啊 你在想什么呢 我很想供养佛陀 你供养佛陀 一无所有 拿什么供养佛呢 师父 弟子也想供养佛陀 哦 好呀 你想如何供养呢 可否折许弟子下山 画园灯油灯星 点灯供养佛陀 为师答应你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这七日七夜佛灯 不能灭掉 灯油灯星 一定要充足 师父放心吧 你 你不是那个 那个 对 婆婆 我就是那个讨饭的小乞丐 你为什么要来画园供养佛陀呢 正因我前世没有积累资粮 以至今生贫穷卑贱 现在 遇到如此殊胜姓缘 一定要种下福德 所以 愿以此点灯功德 遣除一切众生的无名黑暗 好 你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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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这么多了 哦 谢谢婆婆 愿您永远喜悦吉祥 嗯 啊 意 嗯 嗯 嗯 童子就这样 连续几日 往返于身上山下 顾不得疲累 终于在佛吉僧众到来前 画得七天七夜的灯油 怎么现在才回来 马上就要迎接佛吉僧众了 这个交给我吧 你看你浑身脏兮兮的 快去洗浴干净 啊 哦 接入来家世童子 令其火光 彻夜长眠 而她的头却不受损伤 而童子一心专注于佛法之意 心无杂念 如是安住妻置 无有一点懈怠疲倦的念头 于是 佛为童子授记 过无数节 如当成佛 浩然灯 过尽肩膀皆有光明 将教导拯救众生 获得解脱 作功得无良 佛陀 可否为弟子授记 带童子成佛之时 他会为你授记成佛 这位贩旨 就是释迦摩尼佛 过至九远 二阿僧 其九十一节 太子阿里面罗出生时 身边一切光明如灯 不洗名燃灯 后来国王 灯圣灵命终时 将国政 主托给太子 太子身知世间无常 将王位转授其地 自己出家修行 日日燃灯 二德无量大智 三德无量信心 四德无量精进 五德无量大会 六德无量三妹 七德无量变财滋量 八德无量福德滋量 三德无量 三德无量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今天我们再继续来进行我们要介绍的天台九主传 里面第四组 智者大师 在前面几个单元我们已经把智者大师他整个的学习的过程 还有他度化众生跟他自己本身到最后的这个内容也介绍完了 所以我们再把它一个总结 也就是天台中在中国佛教的中派里面 因为称作天台 因为称作天台 以天台为中派的名称 主要也就是智者大师 他是算是把整个教义整理 然后智者大师 然后智者大师他晚年就是住在天台山 所以以智者大师所最后所依止的山 天台山为这个宗派的名称 所以叫做天台中 另外因为智者大师他以法华经来总理佛陀整个的教法的一个核心跟究竟 成佛为目标 所以天台中也称作法华中 就是以法华经为一宗的骨干 就是他的核心跟整个的架构 所以天台中在中国佛教来说 他的特点也就是在智者大师整理了佛陀的教义 以法华经为究竟的圆顿 的境界 就是成佛 那也能够把整个佛陀的教法的这一些的经典 都把它整理起来 从欧函经到这个方等经 也就是从自我解脱 能够了解有佛菩萨发菩提心 这样子的一个通路就通教 然后又把般若经当作别教 就是能够空人法都能够不执着 然后以法华经为最究竟 所以叫做脏通别圆 就是四话法 然后又把佛陀的教学法 又把它分作剑盾秘密不定 就是有圆盾的或是剑刺的 就是有刺地的 或者是依照众生的根基不同的 称作不定的 然后秘密就是佛陀 他能够了解所有众生的根基 他一次的说法里面 他可能都能够经过不同的 这个根基的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又叫做秘密 那这样子的一个整理 这个是对于中国佛教来说 是有它的时代意义的 因为从印度经过西域 我们说的中亚细亚 就是现在的思路的这一些的国家 那么佛教传到中国 很多的经典都要翻译 所以我们要知道早期的时候 要了解佛经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如果没有经过翻译 我们就等于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学梵文 或者是要去学西域的这些的方言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对于经的道理 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早期的祖师大德 有很多他们都是参与佛经的翻译 然后佛经翻译以后 这些的经典 因为由不同的国家传来 有的从印度 那有的是从西域 那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到了中国 有小秤的经典 有大秤的经典 那中国佛教 等于是全部全盘接受 所以如果没有对所有的经典的内容 有一个透彻的了解的话 可能都会觉得说 那经典好像互相之间 有一些并不是一致的 或乃至会觉得说是矛盾的 因为我们如果看说波洛经 它以空为主 就是要破我们的执着 就是没有一切的这种执着的像 那如果我们说以阿弥陀经来说 它又讲佛国土 那一切都有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 不是很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一个是空 一个是有 那不是矛盾 那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就要去了解 就是破有的部分 是破我们个人的执着 因为我们有这些的烦恼障碍 就让我们对诸法的实相不能够了解 可是谈到佛国土的部分 也就是佛已经究竟圆满了 然后又发大慈悲心 它能够以佛的一个 它的佛报 报身 那能够创造极乐国土 就是佛国土 或者净土 然后来接引众生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经典里面的内容 它就是有不同的层次 所以智者大师呢 在南北朝的时候 到隋朝初年 那这样的一个时代 正好佛教在中国呢 是一个 好像经过了 这个 差不多算起来呢 也差不多有五百年的时间 那翻译的经典 也大小秤都已经具备了 所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师 能够把所有的经典整理了以后呢 那么将佛陀的教化 分作五十八教 就是不同的时间 还有呢 不同的经典 它所 就是代表的 这个佛陀 教化的众生的 对象的层次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 中派的一个教义的整理 对中国的佛教徒来说 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义性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对智者大师啊 他在天台中 可以称作一位 创中的祖师 那也就是有这样的贡献 那当然智者大师 他的一个特色啊 不只是在教 而且还有有冠 冠呢 就是禅修冠法 那通常我们说 天台中的特色啊 就是教冠并重 定慧双修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只是要修禅冠 能够指 而且呢 对意理也要了解 那这里呢 也就是凸显 我们一般在说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都要由文思修 我们听闻佛法 然后呢 能够思维 这个正确的意理 然后呢 对照我们自己的问题 然后呢 去落实 去实践 那从听闻佛法 或者是我们读诵经典 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一般呢 把剥落 也有从三个层次来 就是显现 一个就是文字剥落 再来就是灌照剥落 那第三就是实相剥落 那文字剥落呢 也就是符合说 我们还没有修正 可是呢 我们一定要先听闻佛法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文字 从语言文字 让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本来没有的境界 就像我们是凡夫啊 那我们听闻的 就是善知识 跟我们解说 或者是我们读诵 经典 那从这样的文字语言 那我们才会打开 好像我们有一个 真正的法眼这样啊 就是从经典 一理来了解的 那这个部分呢 它有很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可以去学习 我们可以去提升 乃至呢 我们经过真正的精进 然后能够切而不 能够不停止的 这样不间断的修学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也能够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就是叫做文字剥落 那一理的部分呢 它就是作为一个引导 好像指南针一样 那我们就要 从这个一理的带领呢 要落实去祈修 所以这样子 从文字剥落到冠照 就是我们习惯 就是依这个经文 那一理的教导啊 那我们来对照 我们自己的心性里面 要怎么样子来导引我们这样的一个心 来修学 所以叫做冠照般若 那到我们自己的心的尘世提升了 那我们又有次第的能够看到说 哇 真的 佛所说的道理啊 真的是都是讲着我们的 这个生命里面的真实的状况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啊 我们就慢慢趋于看到诸法的实相 也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心 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存在的现象 所以智者大师的贡献 他最主要的呢 他是秉承于他的老师 就是会诗禅师 那么非常的深刻的禅修的训练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身具善根 所以呢 他在会诗禅师那里呢 他就已经对法华经 法华三昧呢 有所领悟 然后呢 能够成就天台中的这样子教官病重 的这样的一个教理 那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啊 他非常的丰富啊 那我们通常呢 就是把他的教理的部分啊 就称作天台三大部 还有呢 这个禅观的部分啊 就称作天台四部指观 那三大部呢 就是依法华经来解释的 一个就是法华文句 就是法华经的 这个经文的内容的解释 然后呢 法华玄意 就是我们说很玄妙的这个玄啊 法华玄意呢 就是解释妙法莲华经五个字 所以他一个庙字啊 他就谈了九十天 所以称作九寻谈庙 所以智者大师呢 他就是在法华文句 法华玄意里面 那就是建立起这个佛陀的 这样的一个教法 的一个组织性 那另外一部呢 又称作幕后之冠 又一个名称是元顿之冠 也就是依照妙法莲华经 跟智者大师他自己的修正 来呈现出来的 就是以修禅观 最高的目标 也就是要能够掌握到我们 对于我们的心 跟佛的心 他怎么样能够契合 所以他从这个摸子观里面 他就是要我们能够 就是从基础那能够呢 结合就是现前的一念心 来去跟佛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能够契合 所以叫做观不思意境 那能够以我们的这个现前一念心 是来做我们修观法的一个对象 那因为我们一般的话 我们就是要修止 要修观 所以在四部止观里面 也是以摸侯止观为最高的境界 因为在天台三大部里面 称作法华文具 法华玄义跟摸侯止观 都是以法华经 就是成佛的境界为目标的 这样的一个解说 那除了三大部以外 在修止观的部分 其实智者大师 他也有讲次第法的禅法 就从这个四禅波罗蜜 就是从我们一开始 就是要能够怎么样调伏我们的妄念 所以要修禅定 修世间禅 就是要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去除 我们的这一些的贪真之烦恼 然后再进一步 我们就是提升 能够观察这个因缘法 然后也能够修 像从我们六根起修的观察 我们眼耳鼻舌身义 都能够修清净的六根 这样叫做法华三昧 那这些就是已经是超越世间根 这个非世间 所以就把这些的禅法 从次第来就是呈现出来的 叫做四禅波罗蜜 那另外又有一部小指观 又称作同盟子观 也叫做就是修禅次第法药 那就是用指跟灌的一个基础的观念 让我们来掌握说 我们怎么样子 从生活起居 我们有这个生活的调配 要持戒 然后呢 对于我们住的地方 也要能够就是比较安静 然后有善知识 这一些的前方便 所以在小指观里面呢 实际上它就是把摩指观 就是最高的境界呢 它又从最基础的地方 让我们每一个人 从生活能够做调配开始 有这样的前方便 然后能够进入 知道说我们有 我们有这个贪欲 我们有这个贪真痴的这些的盖 所以有贺五欲 然后就是气五盖 就是抛气五盖 那这一些的过程 就是慢慢的我们可以了解 好像从外到内的一个 的一种调整 然后再来就是要调和 然后就是让我们 对修学佛法乃至禅修 要有一个动机 就是我们也要一种善分别 也就是我们要对世间法 它到底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吗 那我们要有一个观察力 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 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 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至也基金会 台南分会开设台球课程 日期1月20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请事先报名 以立老师准备教材 佛教慈悲至也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祈福神舟忠明护法供养 即消灾超建法会 日期1月26日星期五 上午10点开始 护法供养仪轨 佛前大贡 恭请湛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煮法 中午12点 岁末感恩联谊参会 请预先报名 下午13点半开始 奖金在家律学塑药 送阿弥陀经 蒙山诗石 消灾超建回向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掌养慈悲心 宋爱到乡里 吃素就是放生护生的表现 并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至今在全球各国家都已在大力推广输食 可见输食文化已然渐渐被人们所接受与重视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长期推广无数 高雄中山书方与高雄市刑德公公德会社团法人高雄市 皆有关怀协会联合公益活动 免费健康蔬食餐盒结缘及免费译解 现场民众大排长龙依序排队欢喜迎娶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今天刚好是农历15号 我们在这一天都会吃素 因为关心菩萨的慈悲 我们都会来吃素 不忍杀一切的众生 因为我们藉由菩萨的力量来消除一些 世界上的一些杀劫或是战争 藉由刚好来高雄行德公 这边来布施爱心便当 还有意见 一些菩萨来意见 替一些苦苦或是无助的疾友们 来意见把他头发去除 因为新年一年看起来就非常的年轻 所以借这个姻缘来布施爱心便当来意见 我希望大家 我们那些都可以快乐过一个新年 阿弥陀佛 行德公公德会 及高雄市街友关怀协会 三十年来关怀皆有即弱势群体贡献爱心 长年来便当结缘不间断 执行长林曹安代表感谢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善心又恒心 随便是这里 我各位宣伤 台队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们这个行德公 将属我们的 法宾东的这个制压 已经也是三十几年了 今天受到国家的刑定 在这里都会 共同来想 已经关心这个 欲世俗困的问题 我们行德公在这里 已经全年无效忍 每天都在做服务 我们有爱心肚房 每天都有发水果 米包 饮料 还有我们的健康餐 要来给我们这些家友享用 感谢我们十方国家 来跟我们行德公 祷福食 这有办法 将我们这个制压 一直燃进去 在这里非常感谢国家的 生生大地 我们要多好 重发菩提心 不分年龄层 易剪师傅 也专注地挥舞手上的剪刀 帮现场凝重敌法 剪好的发型 特别显得神清气爽 年末发善愿解好人 邀请大家一起环保爱地球 祈愿大众共同称宴 南无观世音菩萨神号 祈求世界和平 疫情消除 无灾无难 生命烈士 高雄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